李线化身机制狐妖图有好皮囊目标却是同性 陈丽农变成呆萌书生 李线七月线男友携手偶像练习生陈丽农两大男主的新作春江花月夜正式杀青 两人共同拍摄时尚杂志封面 西装革履散发出的魅力无限 让人更期待在这次新作的碰撞 即将播出的春江花月夜中 李线化身机制狐妖 为了去人间收割狐足寄养在人类身上的圆魂丹 他勤修骗术 最终攻克门门全忧 还不忘为自己选了一副好皮囊 本以为目标会是女生 这样凭借他傲人的皮囊和惊人智慧 定能不费吹灰之力手到勤来 可偏偏目标是个呆萌的书生 让他能力施展不顺 图有一副好皮囊就这样浪费了 最终机制狐妖白十三和呆萌书生王子静踏上了一条惊险又逗笔的不归路 最后双生男主同款造型奉上 大家期待两人的新作吗